好同学们继续上课 诗篇呢 诗篇讲的是奇和正 因为是呢不外两种 奇是和正是 正是呢就是你常常正正 你平平常常 你日常你平常心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 那叫正 那奇的话呢就是开始出一些花招 就是你稍微摆一下 平常不一样的做法 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 那可以让人家出其不意 所以奇和正呢指的是一种动态的 一种布局 动态的一种出招 那虚实呢这个概念跟奇正应该怎么来解他呢 虚实是什么 虚实是整体而言 现在呢这个人 这个国家 或是这个公司 他的虚在什么地方 他的实在什么地方 或是现在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真正的点是什么 真正的那个卖点是什么 那就是实的 那其他的东西呢都是虚的 OK所以 所以有时候呢 搞一点花招 就是让人家以为它是实的 事实上它是虚的 那所以虚实和奇正很容易让人家搞混 奇正指的是一种战事 指的一种出招 虚实指的是 静也好动也好都可以涵盖 虚实是最广泛的概念 所以如果说有人谈兵法来讲的话呢 那个唐太宗就说了 他说其实所有的兵法 众其 就是一言以弊之道 就是不过虚实而已 这是唐太宗的说法 唐太宗在读了兵法以后 以及他自己亲身率兵打仗 打了以后呢 他多少年来 他的贞观就是文质 也非常的非常的好 然后呢 他的武功啊 也很高 所以不管他的文质或武功啊 唐太宗都是 都是在争于一个极点 那唐太宗对兵法的研究说穿了 就是说 所谓兵法不过虚实二字而已 那到底什么是虚 什么是实呢 其实我们中文来理解的话 大家在中文环境长大 应该是不难理解 什么叫虚实了 虚简单来讲的话 心虚的 虚的就是没有力量的 空的 那空的很容易被打败啊 很容易被人家死心倒破啊 所以他是一种什么 他是一种没有的 假的 很弱的地方 或者他的罩门在哪里 或者他的要害在哪里 他的死点在哪里 这种东西都是这种虚的概念 所以虚这个字啊 涵盖了上面所想 我们虚虚和心虚啊 变成两个不同的概念 其实都是虚 心虚指的是什么 心很害怕 虚心是什么 谦虚这种概念 所以同样是一个虚啊 它可以两种不同的概念 但是说穿的都是一个什么 就是虚的概念 所以虚啊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说 其实应该是空那种概念 虚空 空那种概念 那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像有些人怕 怕空间 有些人怕高处 有些人你把它关在一个小小的 像坐电梯里头 他会很害怕 他有一种自习感 空间的一种狭隘 狭隘一种症状 空本身呢 又可以当好的概念 又可以当不好的概念 你说到底空应该当什么概念呢 那虚就是这样的概念 虚就是 你是空的 它的内涵是空的 可是它的应用上来讲 在虚实这边来讲 指的是一种不好的东西 那实的话指的是好的 就是你有实力 是真的 是强处 是长处 是有实力的 是强壮的东西 这是实 所以虚实这两个概念 就变成一对 虚实 就变成我们 比如说探一下人家的虚实 探一下人家的虚实 这句话什么意思 探一下人家的什么 你的长处 你的短处 探一下这件事情的虚实 这件事情的真正的点是什么 是不是 这个 现在台北在谈文创产业 这文创产业为什么惹起那么大的风波呢 虚实在哪里 它的虚实是什么 对不对 就是什么东西才是真正文创产业的实处 它实处是产业还是文创 反正文创的话谈文化 文化是一种生活习惯 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这种文化 所产生出来的产业化 化成为商业价值的东西 所以土壤是文化 然后产业是开出的花朵 那文创产业的虚实在哪里 是商业模式吗 还是文化本身呢 你们觉得呢 实在文化本身 那台湾文化是什么 可不可以从台湾文化里头 去萃取出一些有商业价值的一种产业 变成一种 大家觉得很自然 垂手可得的一种东西 是不是 什么是从台湾文化里头 可以开出的一些花朵出来 它的实实在什么地方 那现在变得多是把它变成是一种 只要你盖个大楼 把办公室把它租出去 一间一间出去 贴个两个字 台北文创空间 我就觉得这个不得了 事实上你都在卖餐厅 卖包子 是不是 把空间做一般使用 它也叫文创产业 是不是 所以文创两个字也变成一个虚的点 实的是赚钱 所以一件事情看实和虚 其实你用虚实的两个字 去检查一件事 你突然间你的目光会变得很利 这件事情的虚实是什么 就是实实在什么地方 虚处又在何 又在哪里 所以虚实就变成我们文化里头 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 像画画也有讲虚实 文章讲虚实 文章的虚实怎么讲 你一定写一个好的文章 要不要布一个局 是不是 实在什么地方 虚可以衬托出实出来 所以你讲整个的铺陈布局 就是要轰托出那个实际的那个亮点 那个实在点出来 可是你如果一下就托出那个实点出来 人家会认你这是虚的 反而把实把它给虚化掉了 所以为了让你的实啊 实的恰当好处 恰如其实 所以必须要做很多的虚的布局 所以虚呢才烘托 衬托出一个实出来 这是很有必要的 那也就因为这样 所以虚处啊 很容易被人家误以为它是实处 所以就变成虚实不分 然后进一步发生 虚虚于实实 实实虚虚 就封不清楚虚实这种概念出来 甚至还有进一步的 实者虚之 虚者实之 把明明是一件实的东西 把它虚拟化 把它虚化 让人们认不出那是一个实点出来 知道吧 那有些人是虚者实之 明明它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变成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就很容易产生七底的作用 跟其正一样 但是呢虚实的概念比其正还更加广泛 虚实包括动和镜 东东可以用虚实 就是它那个正式的虚实在哪里 什么是它的实处 什么是它的虚处 就要把它弄清楚 那你也可以讲 在战事上 可是我如果讲虚实的话 那更加 更加犀利 可以透到它的骨髓里头去 这件事的虚 在什么地方 这是虚的 这件事是虚的 什么才是死的 所以 这个虚实就变得是一个 叫它常用的东西 这样空城记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 请问一下 为什么空城记 空城记那么好用 大家都知道空城记 空城记明明里头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它故意把它打开 故意把它打开 司马一反不敢进去 是吧 埃尔特帕诸葛亮是死者虚之 里头是死的 他用虚的 把它给虚化 来引诱对手进攻 是不是 可是他是更进一步了 他更相反的用 他是虚者虚之 虚者虚之 往往会吓坏高手 高手认为你敢虚之 一定是死的才敢虚之 所以你事实上你是死的 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的策略 很多的策略的一些构思出来 所以难怪唐太冲 看了那么多的兵法 打亲身打了那么多的仗 都说穿了 他说所有的兵法 不过虚实而止而已 那其实你要说进一步去涉猎的话 你会发觉 其实不过就是 实者虚之 虚者实之 实者实之 虚者虚之 不过这是四种变化 假的 假的你故意用假的呈现出来 请问这是干嘛 这是示弱吗 还是真实 还是坦诚 坦白 坦白是虚者虚之啊 我没有实力啊 各位同学 我口袋空空 我没有实力啊 我拿给你看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人 你做何感想 你反而会觉得 怎么会有人 因为把自己的缺点泼露下来 背后一定有诈 是不是 那有些人说 他真的很有实力 他真的就是说 你看我多么有实力 给你看 为什么有实力的人不稍微掩长一点 为什么急于去暴露自己 给人家知道 实者实之 反而让人家会觉得有一点畏惧 是不是 所以传统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 会用虚的来掩盖实 用实的来掩盖虚 所以实者虚之 虚者实实 才是我们用的一般的正途 虚者虚之 实者实 反而呢 很容易产生出更高的一种作用 所以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啊 有没有听过 虚虚实实 虚实虚实虚啊 商场上头的老手 看来是非常清楚 这样的手段 这种味道 那这样的概念 也是我们文化的一种特色 所以孙子呢 把这种概念 用在一篇里头 把它呈托出来 这叫虚实篇 好 我们来看看虚实篇怎么写的 在讲之前 博士摆地摊 这是实还是虚 练了博士 为什么是摆地摊 这是实还是虚 实者虚之 还是实者实之 他真的是 博士也没有练得很好 找不到工作 只好去摆地摊 实者实之 所以你如果什么事情 你用虚实这样的概念 去看它的话 你就看出很多味道出来 知道吗 好 第一个概念呢 我界定它叫做 占地在哪里 第二个概念 我把整个虚实篇 分成几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是 用厉害来调动敌人 第三个单元呢 我用无形 故能为敌之之命 无形啊 所以你能够指挥调动的那敌人 地在哪儿 不可说 不可以让人家 你要在哪边开 不可以让人家知道 哪边是争胜点 决战点 连决战点 在哪里都不会让人家知道 为什么不可以让人家知道 第五个单元 摸清敌人虚实的四种 整个虚实篇 你看精彩 所以孙子兵法呢 进入到刑片以后呢 就开始 变得非常的精彩 摸公子兵法开始讲 他是不战的巨人之兵 所以必以权争于天下 讲一个权跟破 为什么用权来争天下 不用破 不轻易破 不破 而能够赢 这是最好的 不得已而过 进入刑片以后 讲实力的累积 是吧 那讲一个谋 那进入到刑片以后 开始讲 讲你这个正式 要怎么摆 两者之间 就是齐翰正的互用 讲这种概念 所以怎么去创造一种事 一种必然末世能欲的事 然后呢 第六篇呢 这个这一篇的虚实 就是整个孙子兵法的 最核心的地方 这篇最重要 那我想这篇的应用上 也最广泛 孙子说啊 反先处战地而代敌者意 谁能够 处在未来的 决胜的战地 先在那边卡位 这样的人 来等待敌人的带领的话 他可以很安安无稳的 很安逸的 在那边等待着敌人来 所以他有先 先战的优势 后处战地而去战者牢 人家已经知道了 人人都知道那边是战地 那边是决胜点了 然后呢 人家都已经很多人都卡了 那你才跟着过去的话 这叫后处战地 后处战地的话 这就有跟着人家走 在前面这段时间当中 是很辛苦的 就是跟人家走 很辛苦 那这个道理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此呢 会打仗的人啊 一定是什么 治人而不治愈的 这句话怎么讲 治人而不治愈的人 指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叫治人而不治愈的人 治病上的意思就是 能够操纵敌人 对不对 而不让自己的敌人操纵 那事实上 在讲的意思就是 能够掌控 让对手 采取攻 或者采取手 都只有被迫跟着你走 所以主动权超支在你 而不是要让你变成别人的 所以要争什么 要争主动 争主动的意思不是争攻击哦 攻击跟主动是不一样的概念哦 你懂个意思吗 有些人虽然防守 可是主动权在他那边哦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给我听听看 虽然你在防守 可是你是主动的 你不要以为你攻击就一定主动哦 有没有例子是你攻击是被动的 虽然你打人家 可是你事实上你是被动的 形式根本不在你这边 你打人家 事实上你是被动的 不得不去打 人家要你打你就不得不打 人家要你不打你就不得不打不打 所以主动权在谁的手上 主动权还是在人家手上 所以攻击不是代表主动或被动 所以重点是谁掌控主动 谁能够让对手不得不跟着你而发牌 跟着你排走 谁能够在争战的过程当中掌控主动 那个人就拥有很大的优势 那问题就是你怎么掌握主动呢 主动就是制人而不制于人 我能够调动敌人 我能够主动权在我手上 而对手没有办法对我的主动 有任何影响 那我是用打还是用不打都无所谓 总之主动权在我手 我想到像那个当时楚汉象征 然后最后一张 那个项羽被四面突破之后 那说项羽就不得不战 可是他是完全的被动 然后汉军完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他们是手放 所以他们完全是主动 是啊 他们只要在外面唱歌就好 是啊 好很好 是啊 还有没有例子 我虽然手 可是我是主动 主动权在我手上 因为眼前手对我有好处 所以我手啊 对不对 那一般人讲到说 手一定是被动 攻击一定是主动 是这样的吗 所以你要跳脱 攻守的外表的形式 而去直探本源 这场战役 这场竞争的过程 是谁主动权 谁制人而不制于人 这是关键 关键的第一就是 谁能够先界定出战地在哪里 早早就在征战点 在决胜地 在那边早早就经营 老师以为说像苹果他先发明出智慧性的手机 但是他一直实行的事情 也是经压性的 然后让其他人 是一直去去发达类的比较大 但是等他真的发了六 发达类之后 全部人都给他讲 知道吗 OK 这个也有一点那种味道 什么样的味道 OK 什么样的味道是 我事实上是主动权在我手上 可是事实上 我是防守的态势 我虽然防守 可是事实上主动权在我手上 这种人一定是很善于引诱人 很善于呢 在关键的位置上头卡位的 很善于掌握的某一种关键资源 可是我按兵不动 然后等着别人来抢 那我看着对方出拳 我就可以寻膝倒戏 看出他出拳的弱处在哪边 我可以必要的时候 很轻易击败对手 所以重点不在攻守 重点在谁掌握主动 知道吗 好 还没有这种例子 攻击 原来是被动 防守反而是主动 所以你不要以为先开打的人 一定占有优势 必要这样看 这样看就比较浅 先攻击的往往是为了说 我希望能够抢得优势 可是我告诉你 优势不在于谁先攻 谁先守 除非你能够先攻 然后一下子把对方击败 彻底把他击败 你绝对赢了这场战 重点反而是 谁能够掌控那个主动 主动就是这个 治人而不治愈人 知道吗 那全世界最会掌控主动 到现在为止 过去这五六十年以来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不管在科技 不管在市场 不管在金融 在军事 各种各样的领域里头 他占尽了所有的优势 所以说他变成是 全世界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哇谁想要跟他一块玩 想要捞点好处 都要遵循 都要follow他的 rule 那么定出这个 rule 则一定对他最有利啊 所以他掌控了一切的优势 掌控了一切的主动权 那这游戏规则 都是什么的战地啊 这游戏规则 战地不一定指的是产业哦 战地不一定讲的是决胜点哦 他是比征战还更高的那个层级 征战是两兵相接 会做很多的砍杀 然后损伤 对不对 那制定规则的人 那更高了 他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砍杉战 就可以赢得一切 操控一切 所以制定游戏规则的人 占尽了一些优势 那知道未来的征战点在哪边 早早在那边布局的 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也是属于在 扮演绝对主动权 这样的概念 是吧 所以啊 如果说呢 你一定都必须要去跟人家 做很多的肉搏战 做很多的征战砍伐的话 然后损伤一堆 砍敌8000啊 自损3000 这样的征战啊 在孙子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他才会说啊 以权争于天下 要谋 上兵伐谋 其次伐兵啊 旗下攻城 对不对 所以讲你要多用脑袋 要多用brain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够用权啊 来争于天下 甚至可以不必 透过战争 不必砍伐 就可以赢得战争 这个观念都跟这个观念 其实都一致的 这一脉相通的 所以读到后面 你不要望前面 他是前后互相烘托的 那我是很喜欢 治人不治愈人 这个很简单的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说明了一切 治人而不治愈人 说明了一切 你虚实 虚虚实实实实 说穿的还不是要治人而不治愈人 一切都是希望能够达成 治人而不治愈人 我说明了 像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南军的一个将领叫Grant 他说他经常在胜利 敌人还没有确定要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 他已经决定了要做的事 敌人还在摸索的时候 你看看 这些历史看你讲的 举得好不好 你们自己看一看 看老边能够先处战地 像韩国的跆拳道 你知道吗 为什么韩国的这些跆拳道的教练 看他可以上步到全世界当跆拳道的教练 变成裁判 你看全世界不管在伊朗 巴西 韩国或是亚洲 举办任何跆拳赛比赛 你发觉场上的所有的裁判 几乎统统统都是什么 都是南韩人 可是你看看国籍 是澳洲的 澳洲的裁判 这是什么籍 纽西兰国籍 这是伊朗籍 怎么伊朗人变成韩国人呢 怎么韩国人可以变成伊朗人呢 你看 他早就已经化身移民 变成各个国家的跆拳道的教练 然后取了那个国家的教练的身份 然后到澳委会上 然后去争什么 跆拳道的裁判 所以整个场面上的比赛 九个裁判当中 有八个都都是韩国人 都韩一的 看到没 他的布局之身啊 用心之良苦啊 先处占地 看到没 很厉害 我们台湾人哪个地方 有类似这样的做法出来呢 你们看到 台湾的商人可能还有 可是很少看到我们台湾 有些这么深的布局 有没有 眼光是深远啊 早早就在布局 布局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他在布什么局 等下有一天牌先出来 他发现原来都是你的啊 这叫做什么 先处占地 而代敌者义 那我们后来傻傻的跟上去的话 后处占地 而驱占者牢 因此啊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治人而不治愈人 治人不治愈人的方法是什么 先处占地 制定游戏国家 早早在别人还没走之前 就已经老早在那边布局了 这关键在于 怎么样能够治人而不治愈人 我告诉你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施展出来的结果就是 对不对 这个用心就是上兵伐谋啊 不都是全部的吗 都是通的 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啊 可以分享一下没有 有没有勾起你什么样的想象啊 或是你历史经验 你看这句话短短的几个字 你看 说明了那么多的道理啊 也给人们很大的启发 你先一下 虚实 公司里头有没有这种例子 是 孟杰 之前那些有问题的食品 就是有通过问一下什么 然后后来发现那些生育的 或者是那些大股的老公 是啊 是啊 这个布局很深 早早就已经想通了 可是有没有一种正面的一种发挥 正面的发挥 而不是为了要 为了要做什么样的逃脱 去布这样的区域 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发挥 像韩国的裁判的 跆拳道那个 人家布局之身 所以难怪它成为跆拳道的创始国 现在一直都是高居 都霸占了整个全世界的跆拳道 早就已经这样的布局 我记得我第一次第二次跟各位上课的讲到李嘉诚 他在有一次酒会当中听到有 德州人要让他的让售他的酒店 他酒杯一放立刻就能离开酒会 然后直奔 希尔顿饭店 他怎么知道德州人要卖的酒店叫希尔顿饭店 他在喝酒 后面听到两个外国人在那边讲 德州人要卖他的酒店 他立刻杯子就放下去 转身就走了 这很传神 很像那个情报 那个谍战片 杯子一放立刻走了 叫他司机直奔 希尔顿饭店会计室 然后就跟他讲 我要购买你们酒店 会计室嘴一踢吓一跳 天哪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 我们是一个小时以前开董事会才做的决定 你怎么一个小时这么快 就赶到我们这边要来买我们家的酒店 哇 你看这个出手是神术啊 是吧 就充满了这样的味道啊 所以李嘉诚为什么始终啊都是 他创办事业五十年来 从来没有一年是亏本的 你可以知道他的用心是长远 他布局是深 还记不住我第一两次给你们的投影片上面有讲的 是不是 不急而述 花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研究失败 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功 就是建立在他能够先思考失败 啊 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以待敌之败也 有人要出售酒店 他早早就研究好这个酒店 是我为了一定要收购的兵家必争之地 只要一有人要卖他立刻就可以出售 早已经做好的决策了 很多人一听到酒店要出售 回去看三天董事会 三天的假以后最后才明明想决定要买 人家是早已经研究 一听到以后立刻就出售 变成了郎中之物 你看差别就差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你发觉为什么 先立于不败之地 而不是敌之败也 对不对 这个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前前后所讲的 立于不败之地 不是敌之败也 圣兵先胜后求战 败兵先战的后求战 前后都是相联系的 所以你孙子兵法前前后读了好几次 你把前后的道理把它对转贯穿 你会发觉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这个例子也蛮有这个味道的 庄子《消耗油》篇里头记载 他说有一个宋国人 靠着可以治疗双手归裂的祖传秘方 世代为人飘尸过活 飘尸就是帮人家染布的意思 那因为染布的时候呢 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天气很冷 你如果整个手都是插在那个水里头的话 很容易水呢 手就会归裂 裂的话呢就不能再泡在水里头 那这个宋国人呢 为什么他可以做这样的生意呢 一年世纪都可以不断的去染布 所以生意做得很好 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祖传秘方 涂在手上 手就不会归裂 哪怕冬天水在冷 插在水里头 不会有这个毛病出来 结果呢有一个人 他知道了这个秘密以后 他就用了当时候可以买好多土地的价钱 一百万 不是一百万 一百两的黄金 来跟这个宋国人啊 买下这个秘方 他买下了秘方以后呢 他就知道这个秘方要怎么做 他不是去另外开一家飘饰店 而是他用来做什么 你听听看 他用来到吴王那边去申请 他当水师将领 就是海军的将领 冬天因为要和越国打水战 那吴国的阅兵有这个要以后 他在冬天啊 他专门调冬天跟越国打仗 越国士兵没有这个秘方啊 所以越国士兵冬天打仗 碰到水的话 水很容易龟裂 所以不敢冬天跟人家打 他就专门调冬天跟人家打 逼着你不得不跟他打 一打的话 他就会打赢了 那是不是有这种味道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 其实你看这个例子的话 其实都能够满船船去 传播这样的味道 这刘邦啊 汉高祖刘邦刚娶了天下不久了 他那时候呢 这个亲自带兵呢 去打匈奴 匈奴呢 矛盾残余啊 故意示弱 刘邦呢 就中计 被溃于高 白灯这个地方 那么 不管用什么绝招 要脱困 都脱固不成 就眼看了 要被匈奴啊 要把他给消灭 要把他给活捉了 你知道吗 匈奴啊 其实是把他 想把他围困起来 想把他活捉 后来这个陈平啊 就出了一个妙计 他的派人画了一幅美女图 派人呢 把他送到 不是送到匈奴 前线打仗的匈奴大军那边哦 是送到匈奴的王后 叫大约寺的藏中 然后跟这个匈奴的皇后讲说了 善于要是打胜的 刘邦的话 我跟你讲 是途中的这个美女 就会变成匈奴大王的 的一个 的一个很 很宠爱的妃子 那你呢 就很有可能 没有办法继续获得宠爱了 他就取你的位置而代指 没想到大约是的 就赶快出马 刘邦放了 刘邦放了 他回家吧 哎呀 赛宇很怕他了 也就是听他的话了 就把文化放走 这历史记下的故事 不是谁家瞎掰的 虚然有这种绝招 你看到没 这种绝招 原来才发觉 原来赛宇的弱处 虚数在哪里 在他后宫 谁会知道 有这种虚数在那边 陈平 所以陈平啊 六出奇迹 这是其中的一奇 这个奇迹啊 很厉害 谁能够出这种奇迹 他一定很清楚知道虚实在哪里 虚实啊 往往都是出在了细节的地方 所以那句名言叫什么 魔鬼都是出在 这句话不可忽视啊 这句话告诉我们同学啊 有时候看到什么小小的地方 不要轻易就忽略过去 因为很有可能日后决胜点 就在这个小小的扭扣上面 这小小的随身碟上头 这小小的手机上面 很有可能决胜点 就在这种小地方 这地方原来是战地 看到没 所以第一个单元 讲完第一个单元 紧接下来讲 他说啊 这个单元呢 我把它取名叫做 以利与害 转 调动敌人 因为这篇比较长 所以我把它分这样的单元来看 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他说啊 能使敌人自治者立之也 给他好处 他自然而然就会到你面前来 能使敌人不得治者害之也 给他害处 他自然就不会想要到你这边来 你不需要出面跟他打架 跟他相骂 叫他不要再来 你千万不要再来了 你设一个局 设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 让他来你这边 都会打哈欠 你放一种香精 放一种味道 他一来就会打喷嚏 一来就很不舒服 他一进来以后就即可想要走 你懂吗 你根本不用开口 不用叫他不用来 你懂吗 就这样布局啊 这就是能使敌人不得治者害之也 能使敌人自自动动的送上前来 就是因为靠力 所以你要设计这个力 设计这个害 你自然就可以达成你的目标 完成你的目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孙子这个智慧很高 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其实呢 什么事情多有点想法 你可以很自然的 可以得到你所要的结果 故了敌意能劳之 保能机之 安能动之 因此如果能够懂得调动敌人的方法的话 敌人即使安逸的 不想动 你也可以逼得他不得不动 你怎么设计一个方法出来 就可以调动他 他明明很想睡觉 你就让他睡不着觉 保能机之 他其实很保 你也可以让他变得很饿 你用什么方法 他明明很安详 在他的国土里头 你可以让他 让他跑到亚洲来 想办法跟你亚洲要干些什么 用很多的这些设计跟的方法 你可以调动对手 叫他讲调动对手 调动对手不就是掌握别人的虚处 就是他的虚实被你掌控以后 你才能 所以你这个力 害也不是随便设计的 这个力跟害 一定真正能够切中对方的要点 他一定就可以调动 从亲密之远呢 调动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这叫发挥什么力啊 发挥什么力 发挥想象 发挥判断力 发挥创新的能力 孙子的文字非常 他的文字很深厚 所以你看他可以把一个 一个他想象出来的道理 用这么漂亮的文字 可以写成流传千古 这样的美丽的文章 这是他一个很有很高的智慧 然后 屈其所不屈 屈其所不义 行千里而不老者 行于无人之地 先讲到这句话 他说啊 你能够 敌人不去的地方 敌人不屈 敌人所不去的地方 你能够去 屈其所不义 对方没有想到的地方 可以让他想要去 或是你想要去都无所谓 总之啊 别人不想去的 从来没有想到了 你能让他能够想到那个地方 别人从不去的地方 你能够到那边出没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 出其所不屈 屈其所不义 意思就是什么 像南海策略一样 别人没有想到的地方 你能够想得到 别人没有去的地方 你能够去得到那个地方 这样来讲的话 行千里而不老 你走一千里路之远 都不会感受到很疲劳 为什么不会感受到很疲劳 因为你在走路的过程中 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没有遇到敌人 心于无人之地也 没有碰到任何的抵抗力 那没有任何抵抗就没有消耗 就好像旅行一样 开着车子 速速走一走 就这样而已 居然达到这样的境界 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以出其所不去 居其所不易 行千里而不老者 行于无人之地也 因为他说走的道路 他走的过程当中 没有碰到任何的阻力 没有任何的敌人 没有任何的消耗 这你在讲什么概念啊 在讲什么概念啊 为什么你走的道路 通通没有遇到敌人 为什么走路的过程当中 没有碰到任何的阻力 跟消耗 为什么 因为您所走的道路当中 所路过的路 是 所以你没有碰到对手啊 那就因为你没有碰到对手 所以你能够攻而避去 为什么可以攻而避去 因为你攻的地方 是敌人所不守的地方 看到没 你即使守的话 你也一定可以守得 非常的坚固 如铜墙铁壁一般 为什么 为什么你防守得 非常的扎扎实实 因为你所守的地方 敌人没有来打 所以你一定牢牢的守得住 这在讲什么概念啊 你未曾接触到敌人 你走的道路 没有碰到任何的对手 所以你走起来很轻松于 攻打的地方 没有碰到任何的抵抗 所以你一定都可以取下 你所攻击的地方 你所防守的地方 你可以守得非常的坚固 因为你所防守的地方 敌人没有来打你 所以你一定牢牢的守得住 这在讲什么概念啊 行人而我不行 这是比较深一点 其实很浅静的概念就好了 为什么你会达到这样的境地 不要把他想深了 很简单 为什么你打的地方别人不守 为什么你守的地方别人不攻 为什么你走的路径 没有碰到任何的对手 为什么 好啊 充分调遣敌人 充分调查过了 充分调查过了 是 充分调查过以后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你走的地方 没有碰到对手 这是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 为什么你走的道路没人走 没有碰到任何的对手 攻也碰不到任何的敌人 手也没有碰到任何的敌人来打你 好 上面这个道理在讲什么 好 再讲你 你的军队手造的地方 都是没有对手的地方 对不对 没有对手的地方 那是他的虚处啊 你是实啊 你碰到虚 你不会碰到任何的阻力 对不对 所以 善于攻击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守他 不知道要守哪里 为什么善于攻击的人 敌人不知道要守哪里 很好 敌人不知道我要打哪里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要守哪里 你懂的意思吗 那想法来讲 善于防守的人 敌人为什么不知道要怎么攻 善于防守的人 为什么敌人不知道要怎么攻 你防守对不对 我不知道从哪边打你 怎么打你 好像每个地方你都有布局 我不知道怎么打你 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真的好会防守 为什么 敌人不知道 你的虚处在哪里 敌人 处处看起来 每个地方都是你的实处 所以最好应该是什么 我打你的地方 应该是你最不守的地方 所以我攻无不克 对不对 最好地方我守你的地方 是你呢 多多不来打的地方 所以我坚固防守 绝对不会被攻陷下来 在理论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善攻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要怎么防守 善守的人 敌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攻 懂吗 为什么敌人不知道怎么攻 因为我根本不让你知道 我的主力防守部队在这样子 所以处处都会布局 让你以为我每个地方都有防守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守 怎么攻 善于攻的人也是一样 根本不知道怎么守 因为我不让你知道 我要从哪边攻 所以你的处处都要防守 或是你防守的地方 防守错了 懂吗 所有这些概念都在讲什么概念 你告诉我 必时即需 所有这些上面这些 我们知道 都是 不让对方知道 我的实处在哪里 而要想尽办法知道 你的虚处在哪里 所以就可以让我的实处 去找找找找到你的虚处 用我的实处去打你的虚处 以至于你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守 没有任何的准备 所以我如入无人之境 用石头去砸人家的鸡蛋 就变成这样的结果 就一个绝对的优势 打对方的绝对的弱势 所以这边的概念在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你这场战役能够打赢呢 是只有等到开战的时候你才打赢吗 还是在事前的虚实的调度 防守当中 以及防守你几方的情报 不让对方知道你的防守 而你却能够知道对方的防守 对方的机密情报 这才是真正战争的关键 真正赢的关键是在于 战争之前的一切的情报 收集一切的准备动作 一切的虚实布局 这才是真正胜败的关键 等到一开战起来的时候 立刻就知道哪边它的虚处 虚处就是前进的地方 哪边是对方的实处 实处我干嘛去往那边走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 会很容易引起大战 敌我难免会死伤 所以我要去集它的虚处 而不让人们知道我的虚处在哪里 就变成这样的战争了你知道吗 请问这种攻守的概念 这种战略的布局 有没有落后现代的时代 21世代的时代 你想想看 他在2500年前就提出这样的一种 攻守兼备的一种很高的 一种战略的一种 战术 这里头兼具战略跟战术 两种城市上头的一种较劲 他永远不会落后 永远不会落后 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这懂这个概念吗 都懂了没有 怎么没人点头呢 没人懂 没有人点头 就是你们的虚还是你们的死啊 搞不清楚欸 所以你们让我很confused 你的虚 你是不敢点头 还是你觉得没有必要点头 还是我根本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无法点头 无法摇手 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到底懂了没有啊 懂了吗 是吧 欸各位同学 请问在你日常生活当中 包括你未来在职场上头去面试 去讨工作 或是将来职场上的工作 这些概念有没有帮助啊 已经在职场上的工作的同学讲一下怎么样 后面那个两个支管系的 支管系 你不是支管手 这边有两个支管手 是吧 因为支管手的 的那个比较容易辨认出来 呵呵呵呵 它上面脸写了两个字 支管 欸说一下好不好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啊 在职场上头有没有用 怎么又用 我给你一切的 把我的实处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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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瞧成碰上对方的虚处 那你就一定赢了吗 不是吧 那你要等到碰到那个时候才决定胜负吗 还是在事前 你就了解他的虚处在哪里 然后事前 你隐藏你的虚处 然后瞧瞧瞧瞧瞧瞧 变成你的实处去碰上对方的短处 事前的这样的瞧 搬封移位 布局备战 才是真正战争胜败的关键 各位同学 这就是一般人有做的 我们一般人有做的 先战而求胜 我们反省 都是先战 在求胜且战且打 且打且赢 这有一点靠天吃饭 不是吗 就有一点什么 有点说我打打看 赢就赢 不赢 不赢就没办法 那也是我的命嘛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 可是你看这些高手 像李嘉诚 花90%的时间 研究失败 研究失败就是研究这个 我怎么避开我的短处 怎么了解对方最需要现金 我就用现金去买它 你怎么知道地铁 他怎么去打败那个 英方的那个 一个商 一个 忘记的人在叫什么 就是因为他知道地铁站 要出售那块土地的时候 地铁站那时候最缺现金 英方的那个建筑商不知道 还是用贷款还是用什么方式 一般的手段 李嘉诚 我捧个现金给你 立刻 立马就中了他的下怀 首先就选他了 你怎么知道他缺现金呢 各位同学 他的虚数你清清楚楚 然后你把你的长处 正好碰上他的虚数 要能够步成这样的局 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 这有没有用啊 这对我们在职场上的 这就是李嘉诚所讲的啊 为什么我花90%时间研究失败 不是研究如何让自己失败 而是研究如何避开失败 如何研究避开失败 就是要研究哪边是这场战争的虚处 让我能够用我的实处 去碰上两方的虚处 可以取这个虚处 所以战争不是在临场才开始打的 不是上了战场才开始打的 战争早在还没有双方接触之前 就已经开打了 你看是不是一以贯之 都是这样的概念 都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以孙子兵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种人啊 不是看起来很霸气 很会讲话的 好像很霸道的 好像这个小勇善战的 就是会打仗的将军 不一定 往往都是名不见经传 看起来很斯文 看起来什么事都不是 可是还没有开打之前 其实招就已经开打了 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动声色的人 其实往往才是高手 这什么用 这在金融上海有没有这样的干嘛 金融财务上海 高铁刘威琪不是跳下去去拯救这个高铁吗 开出新的高铁的整治的财务计划 你们有没有谁去研究这个 任何地方只要你能够掌握这件事的虚处 用我的实处去碰到它 这就是你的策略思想 就可以变成你的谋略 所以你说你不会谋略你的谋略思想在哪里 其实你只要掌握这个原则 对方的虚处或者这场战争这场争斗 这场决战这场竞争 的那个虚处是什么 这个虚处包括什么 包括对方要什么 包括第三方 乙方他最要的是什么 这就是虚处啊 他最弱的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做很多的情报战 然后你看看我方最强是什么 我可以做到什么 是吧 去侨诚变成这种战争 你就占尽了优势 你才会没有遇到敌人 在战场上行走千里居然没有碰到对手 行千里而不老 行于无人之地也 老师有问题 老师我看这一篇的时候 我看到两个战场 一个老师讲行千里而不老者行于无人之地 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典故 就是后汉的话 蜀汉 阿斗的话 诸葛亮死的时候 他在那个剑阁的地方 他有屯兵在那个地方 可是后来的话 中备跟邓爱他们两个在进攻西蜀的时候 他不走正路 他反而是走那个最难走的路 所以这一段他跑出一个道理说 那条路虽然很险阻很难 但是他知道那个地方的守兵 本来有困兵在那个地方 大家想一想 诶 这么显爱的地方 绝对不会有敌人从这个地方攻上来 后来就是从这个地方灭掉蜥蜀 没有好蜀汉 所以这句话 行千里而不老者行于无人之地 因为他从 他的进攻的过程的话很隐秘 根本的话没有人知道说 会从那个地方 所以当时诸葛亮在 他在死前的话 他有在这个地方屯兵 他就是已经有 已经他的已经有想到 这个地方 是需要去绑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 更爱的地方 他去这个习俗的他认为 这个地方 肯定没有想到 会从这个地方来 第二个 散守者敌不知其手工 又很显然 就是说 当时美国在打夜战的时候 那种丛林造诺 那个月供的话 他就是在挖地道 挖了三四大 如果大家用Google去寻 那个地道 现在在北叶 三百七十几公里 甚至还跑到梅公河 所以当时在丛林里面 美金他受伤很多 他就是不晓得 他到底在哪一个地道 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到处都是陷阱 所以他们才会用落叶计 或什么要去上 那在那个 在六十七六十八 那时候就是一个 圣诞节的时候 整个月供的话 在前线里面 全部公布 那一站 十万个月供 但是美国从那时候 他发现到处 他根本不知道敌人 会从什么地方 从什么地方跑出来 他也从此从那个地方 他决心要撤手 那这个他 对 所以越战 越过 现在整个越南 后来统一了 北约统一了南约 他那个很会打仗的一个将军 叫做五元甲 五元甲 最近过世 那个五元甲是 他们第三世界国的号称是 很会打仗的一个军人 所以很会打仗的军人 他一定懂得 要怎么让对方根本不知道 我要从哪边守 我攻你的时候 我从哪边攻 他不让你料想到 你料想到我就把它改 不断地改 知道吧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头 怎么去 怎么去让自己去了解 像李嘉诚这句话 其实也有兵法的味道 你看到没有 李嘉诚没有敌人 第一个误得罪人 所以没有敌人 第二个 不要招人计 没有敌人 为什么没有敌人 为什么强调没有敌人 没有敌人就没有阻力 那就是行千里之路而不老 行千里之路而不老者 行于无人之地 各位同学 无人之地 所以你不会碰到任何的阻力 所以人生就比较平顺 不会那么忐忑 不会那么坎坷 要了解这个概念 这是智慧 那这个跟有些人的信手的信条 是不一样的 有些信条是 如果他是个小人 这个坏蛋 得罪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你要记得哦 宁可得罪君子 不要得罪小人 君子被你得罪也就罢了 他发发皮羞干嘛也就罢了 你得罪一个小人的话 哇 那就会形成很大的阻力了 那这就是李嘉诚这句话 李嘉诚这句话就是 你如果能够行手这两个 尽量的让自己呢 如入无人之境 就没有敌人 因此人生呢 就没有阻力 至少阻力很强 至少阻力很强 或是你能够抱着一种 以前过世的那位圣言法师 法古山那位法师 他说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没有烦恼 慈悲没有敌人 用慈悲的化解一种敌意 那你变得如入无人之境 那是在强调内在的修为了 是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啊 所以说 虚实的应用可以有这么多 那我记得我上回来讲 行片的时候 我讲一个概念 我说啊 不意和不适是敌人最大的虚处 各位同学 没有人能够防守得到所有的虚处 你没有想到的地方 就是你的虚处 就是敌人可以下手的地方 你不认识的地方 也都是他 你最大的虚处 所以 不是说以前有一句 就一句 太公啊 江太公所讲的话 动莫神于不义 啊 圣 莫大于不义 就是你所有的任何的一个动 啊 没有比啊 出手出在别人没有料想到的地方 那样的动 来的那么神 动莫神于不义 没有料想到 圣呢 你赢过对手 没有没有 没有比一种赢还来的更神妙的 就是什么 就是赢的让对方根本不知道怎么输的 就是圣莫大于不适 适就是这个适 你知道吗 这两个境界很难 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一个概念 就是 哪个地方是一个人最虚的地方 就是不义 他没有料想到 千金南买早知道对不对 啊早知道我 把主力放在那边 就是买你这个 我告诉你 就是买你一个不知道 所以千金南买早知道 我就是打你不知道 这叫不义 不是就是什么 就是不认识 书没有读到的地方 不懂的道理 那个地方往往就是 你最被敌人欺负 最被人吃定你的地方 所以不义跟不是 是一个人最大的虚处 就在讲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 哪个地方是别人没有料想到的地方 哪个地方是人们 往往不认识的地方 那种地方 这两个地方 就是他最大的虚处 那你怎么知道 你就要做情报站 你要收集很多的资讯 就在讲这个概念 因为你了解了以后 你往往就可以形成绝对的 以时及虚的这样的绝对的优势 所以虚实篇一开张 明义就在开始讲这个 怎样去建构出一种 以时及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出来 有没有任何问题 是 博学圣诗 是 博学圣诗 是 博学圣诗 是 明辨 读行 博学圣诗 明辨 读行 这个 学 还要问 ask question 然后思 还有辨识 然后最后要真正去实行它 好 好